只为了抢标的关系 最后一家人的枪口竟然对内发生害事 背的男子双手双脚都上铐 因为他涉嫌对晚辈开枪 还打伤背方手臂 为什么要开枪 自己亲戚为什么要开枪 一死中东 男子没有多做回答 30号上午 无信男子带着自己的侄子 前往汪信男子住家理论 就在住家旁的空地霸生了口角 无信男子竟然掏出了寓藏的改造手枪 对着汪信男子开枪后逃逸无踪 还好汪信男子只是手臂中枪 没有生命危险 寻凶的与受伤的是认识的 两边都是做工程的 那因为标案的一些纠纷 无信的凶贤呢 使了手枪到我们宵里来犯案 沉入追查后发现 无信男子跟汪信男子 两人都是土木工程包伤 也具有亲戚关系 不满工程被对方抢标成功 让无信男子心有不满 找上对方理论 衍生口角冲突 一气之下拿出改造手枪 开枪后逃逸 呼报后 警方巡线将持枪伤人的无信男子给逮捕 还起出改造手枪 还有子弹 一杀人未碎以及枪炮等最嫌 一送法班 既是范国青 桃园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